事件对 那我们看一下事件有什么样的一些事件 我们重载一下吧 因为我们是直接用的那个 我们是直接用的expendable list adapter 对吧 那么很有可能很多事件它已经给我们实现了 你像我们这个都可以用get 直接就把我们的这个list view给得到了 你看没有 list view 这些都可以得到 所以我们猜想这个事件肯定已经 它已经给包装了一层了 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 然后child click 还有当它展开的时候 当它缩起来的时候 当它缩起来和展开的时候 还有有child select 肯定就有那个group 是展开和不展开 嗯对 group就是展开事件 你展开的是第几个 和缩起来是第几个 我们在这儿看一下 比方跟我在这儿打出来 嗯 我们打出来展开的是第几个 然后 然后child的click 我们猜就能猜得出来 这个是 一个是当前的一个试图 这个试图我们当然可以给它转换成我们的什么text view那些内容 对吧 第二就是目前你这个child属于哪一个group 还有你当前点中的是第几个child 那么它的一个ID是什么 那么它的一个ID是什么 现在我们来点一下 0 1 就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这儿怎么能显示出来呢 是我们那儿输错了 啊 我输到子child上去了 因为你应该改这儿啊 刚才有点初心 好 那么通过这个方式我们了解了就行了 OK了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空间 关于这个空间当然还有很多详细实现的机制 大家可以下来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原代码 好 下面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空间 grade view grade view是有什么效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官网 通过这个名字我们也知道 它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像列表的一 像table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是我们的grade view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些像图片图片的这样一些列表 对不对 那么这个方式就跟我们原来不一样 不是一行一行的 我是可以自己去定义多少行 我们来看一下在官网 它给我们的一个介绍 我们首先也看一下这个类似 怎么一个继承关系 又是个adaptive view 好 那操作方式又是那几种 又是那几种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有其实什么增加的属性 我们看一下 一个叫什么列 它有列的概念了 就像我们一个table一样 对不对 那么列宽是多少呢 90dB 那么列的数量是多少呢 比方说我们现在屏幕 它可能是自适应这样一个屏幕 那么你可以是指定 比方说就是三列 你这就写上三 那你也可以干什么呢 90dB它会自己去算 算了过它自己适应 是三列就三列 是四列就四列 这样子 这个space没什么好说的 数字和垂直方向的一个space 间隔 这个是拉升模式 如果说到时候不够了 或者这个 我们的每个单元隔 它要不要按到一种模式进行拉升呢 这要求按照列的宽度进行拉升 还有这个是整个空间放在什么位置 放在中间的位置 这个比较简单 下面这个都类似 无非就是什么呢 在set adapter的时候 set adapter的时候 用了一个imagine adapter 这个imagine adapter是什么呢 为了画这些图像 因为没有现成的adapter给我们 因为我们看了 实际上我上次也看了几个adapter 都是一些什么呢 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 没有那种二精致的图像的这种adapter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要来干嘛呢 自定义一个adapter 看一下 imagine adapter一个自定义 那这里我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我们把思路给它搞清楚就行了 说白了 这又是一个我们自己去实现adapter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再见一个吧 这是一个grade mygradeview activity 这个 我们再猜一下 它有没有一个什么gradeview这样的activity 哦没有 猜了一下 没猜中 那就继续activity好了 那么同样的 定义一下 并且给它设置成启动主activity mygradeview activity mygradeview activity 好 ok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当然的 要去定一个 它的layout这样一个布局文件 对不对 当然你说你愿意动态写代码也无所谓 我们说了两种方式 一种后来写代码 一种定义一个xml 那我们就来定义一个 layout gradeview 好 这是一个land layout里面 我们去放一个gradeview上来 给它设置成为 就是两个方向都是fuel parent 当然我们也看了它有几个属性 有哪些比较特殊的属性呢 一个是间距 对不对 我们也学习一下吧 10dp 水平和垂直方向的间距 看一下还有什么呢 拉伸模式 行的宽度 行的宽度 我们就给它设置成 90dp吧 列 刚刚是列的宽度 说错了 那么这个地方 你当然可以给它指定三行 也可以 只不过这样子 是不是没称满 3927 就你要算了 我现在屏幕是多少的 对不对 比方说800x480x320的 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在这里 其实也可以去用它的outfit 自动 自动去 拉伸 拉伸可以根据什么呢 根据它的那个空间间隔 就是拉伸它的这个单元隔 第二根据单元隔的宽度 我们用这个 还有什么内容呢 反正它是个 既然它也是继承于 这个是它的位置 什么 这个无所谓吧 我说不说都无所谓 那么 list selector 这个selector 我们就知道 是交换的这样一个效果 对不对 OK 其他的都是我们 以前学过的 adapt view的一些常用属性 那我们就先这样子 哪个属性已经存在了吗 重复了 这 三列 有一个重复的三列 好 我们在这里面 再用一下它 当然是 gridview gridview gridview1 gridview 这样一个空间 所以你看我们之前学那个 adaptor啊 这些概念多么的重要 后面这些复杂的空间 居然全部都是数据 数据网进空间 我们给它设置一些 有必要的一些属性 对不对 那么第一个 我们还是照旧来 建立数据语言 第二个 adaptor 第三个 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是绑定界面 那么建立数据语言 我现在怎么样去建立呢 我们去找点图片吧 还好官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图片 看 这有一个download 当前的这些图片 好 把它下下 它提供了一些图片给我们 我们就拿它来用一下 给它烤到这里面 做一波 烤进来了 那我们下面 是不是就应该去建立一个数据员了 建立一个数据员 这个时候 我其实有两种建立方式 一种是照样的 我们在这上楼建立好 然后给它传到我们的adaptor里面 那就怎样来做呢 我就这样来做 private 应该是int int型的 我叫什么呢 image r.dr zoible.dr simple0 从0到7 这样子 我copy一下 另外一种方式是什么呢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给它建到我们的adaptor里面 1 2 3 4 5 6 7 这数据员我们就建好了 然后我们要建立一个adaptor 这个adaptor 我们通过之前的这个adaptor继承关系 我们发现没有直接的这个图片的adaptor 所以呢 我们就自己去写一个嘛 我这里 我当然可以再去写一个类 我也可以写一个内部类 是不是 我就 如果这个类 这个adaptor我只是用在当前 那我就直接写成内部类就好了 好 我来写个内部类 imagineadaptor 同样继承于我们basedadaptor 好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它传入一些方法 那么给它建立一个构造函数 还是按照我们以前的方式 public imagineadaptor 但这个地方大家注意 由于它是个内部类 其实我们有没有它 是不是 我们原来我们为什么要建立那个构造函数 是为了往里头传 对不对 但现在我们这个内部类 它是可以反昏到我们知道的私有对象的 所以我就不见了 我刚才就不见了 那这个get count我应该怎么来做呢 其实就很简单了 imagine.length出组 get item也是imagine 直接给它 拿个零就可以了 这个get item稍微 像这样吧 然后这个是直接传二个零 那这个view view的时候呢 我们当然就知道 我们重要的是要返回一个当前的 这某一项的 某一项对不对 那某一项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imageview 这个空间很简单 这个空间很简单 就是一个imageview 那我们在这里定一个嘛 定一个imageview这样的一个空间 image 这里需要用到我们当前的上下文 ok 然后 需要设置一下什么呀 设置一下它的这个joible对象 设计一下image image source 这里是应该是谁呢 是不是我们当前这个数组的 当前位置 用我们的二个零 对吧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给它返回 给它返回就可以了 这样的一种方式 我们就来猜一下 是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就可以实现呢 来猜一下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效果 下面我们就是要在这里去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adapter 那么 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建立adapter 我们直接new一遍就行了 我们干脆就第二步和第三步一起来吧 gridview 第2set adapter set谁呢 new一个image adapter 好 建立数据源 数据源是我们之前建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效果 set content了没 没有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运行效果 看我们这个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 而且它会自动上出来 就三列 但是显示不下了 它还会有一个滚动条 因为我们图片有点多嘛 18张 这样就少显示了一张 但是这样子我们 好像间隔有点多哈 所以我们回头还可以再调一下 因为我们把这个图片缩 缩的有点小 我们其实也可以再改 再改一下 比方说我给它改成190 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哦 那就只能显示下一行了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这样一个效果 根据你具体的你的宽度 你能容纳多少列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一个图片列表的这种形状 你甚至可以改成10 那一行都显示完了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grade view的一个显示 那么你说grade view只能显图片吗 谁说的 我们完全也可以用文字块来替代 对不对 或者说是什么呢 我们这里头可能又不是图片 又不是文字块 是一个复杂的 又是一个复杂的空间组 只要是view就可以 也许你在里面每一项都是个list view 哦 那就更绕了 对不对 但是一切看你需求的需要 就这么简单吧 就空间我们又会了 所以大家看 我们现在这么多复杂的空间 说白了都在练什么 都在练我们adapter view 好 这个就给大家讲 讲到这么多 下面我们讲一下screw view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就需要 说吧 什么是screw view啊 就是我们这个下拉了 就是我们这个滚动条 当我们不够显示的时候 哪最需要呢 当然就是我们之前的这个 form widget早都显示不下了 你看我们这个form widget 早都显示不下了 那我们就应该给大家设置一个下拉 对不对 不叫下拉 设置一个滚动条 那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空间它的一些讲究 这有没有呢 感谢观看 咱们的地方